阿水 再有点当然想出来你 柯文哲是不是有一个冷钱包 你这个冷钱包是不是放在了这个保险箱 放在保险箱的时候 因为当是检掉这个就少的时候 陈毕举才会说 要你就拿去 可是我们看到陈志涵讲 没有啦 那是只是人家厂商送给我们的啦 那个是从来没有用过的啦 那个根本 根本里面都是空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这很明显就是所谓的外行人 说外行话啦 因为今天冷钱包到底有没有使用过 其实检掉只要连上网路 是一目了然的 我在这边先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冷钱包其实主要的核心有两大形式 第一种呢 是它长得像USB的行动硬碟 第二种呢 就是长得像悠悠卡或是金融卡 可是你说 检掉在搜查的过程里面 它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它把它搜查回去 但是它只要一连上网路之后 一切就清楚 举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这个冷钱包 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其实检掉在登录的时候 就会发现什么 它必须要做完整的设定嘛 就说你要先输入你的密码 输入你的PIN码 然后你在使用上 它会给你注记词 你要再登记什么 在检掉在调查的过程里面 就会清单 阿雷你今天帮我们特别带来一个冷钱包 让我们评测一下 我们这种土包子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冷钱包 给大家看一下 我珍藏的冷钱包 这是你珍藏的冷钱包 对 但是它要怎么使用呢 事实上它是必须要连上 这个是冷钱包 这就是冷钱包 连上手机网路之后 用特定的APP去执行之后 其实你看 这个冷钱包打开之后 它有两张非常重要的卡片 首先第一张卡片 它会告诉你说 我要设计 设定这个里面 比如说你要下载 指定的APP注册之后 它就跟你说 你要开始去一步一步的去设定它 就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冷钱包 那最重要的是我刚刚提到的 私钥是64个位元的英文跟数字 哪记得住 所以呢 这时候就衍生了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注记词 我相信最近各大节目里面 都在聊注记词 很多人想说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就可以把它想成什么 它是一个方便你去记忆这个密码 所以呢 它会由钱包来 给你一个12个 或是24个英文单词所组成的 那这个英文单词呢 我们一般会把它记录在 这个注记词小卡里面 那你必须要 英文单词 你说我进去了以后 它就会跳出来说 你说有12个 或是24个英文单词 英文单词 那我就要把这个英文单词 写在上面 而且要按照顺序哦 一定要按照顺序 你按照顺序 输入进去 所以这个英文单词 不是我设定的 不是 是它跑出来给我的 它跑出来给你 然后它会跟你说 你就要按照顺序 输入之后呢 它即便手上 并没有冷钱包这个载体 它也可以从海外 从境外来登录这个冷钱包之后 来把钱转走 所以现在减紧掉 所以如果橘子有这个注记词 就你现在手上的卡片 上面有12到24个单词 12或24个英文单词 单词 然后在单词的时候 我就可以输进去 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都可以登录这个冷钱包 并且可以把钱转走 那我们北减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现在北减 它在征调 征办的过程里面 它需要完成什么样的步骤呢 我这边也做一个图片 方便大家去阅读 所以第一个呢 减紧掉必须要先查扣 这个冷钱包 那接下来就要连上网路去 看看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用过吗 就我们刚刚讲 如果没用过 怎么全新的 用过它就会要求你输入PIN 那很多说PIN 有没有可能可以暴力破解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输入的次数 三次五次十次错误之后呢 里面的资料就会全部消失 是资料消失 所以它不是说 就像那个Mission Impossible一样 它会直接的消失掉 直接的Delete掉 对它就是直接Delete掉 那它并不是资产消失 不是 它是存在这里面的资料消失 那消失会怎么样呢 就是即便未来 仅仅要透过任何方式 拿到这个PIN 再输入 我也查不到它的公钥 就是我刚刚说 追查禁令 我也拿不到它的私钥 就是我刚刚说扣押资产 那这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大家最近在讨论说 冷钱包 有没有可能 透过骇客破解 对 因为最近其实有很多新闻媒体 或者是找到说 国外有这个骇客破解 对啊 我在这边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能够被破解的冷钱包 只占所有的 型号比例面 不到0.01 百分之0.01 都不到 所以你要知道 真正能够破解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那北建就没细唱了 现在的关键都在这 所以有没有可能 很多人说 哇那这样北建没有搞头 没有 还是有机会 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 加密货币区块链 真正做到民众党的 所谓的公开透明 那为什么现在的各国政府 或是各国这种犯罪分子 他们都不喜欢用 加密货币来做洗钱 或是犯罪因为所有资料公开透明 好像我们假设 今天这个冷钱包是用来来收贿的 所以只要这个行贿的这个人 出来只认说 这个收钱的地址 就是柯文哲冷钱包 对不起 检紧掉只要拿到这个冷钱包地址 在链上工具 输入进去 我这币也拿了自己的冷钱包 其实做了一个证明给大家看 就是说 这个技术上有没有很难 没有 其实没有很难 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一串的数字 英文 它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冷钱 我自己的钱包地址 我输入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在区块链各个链上面会显示说 哪一些链上面拥有资产 拥有交易记录 简紧掉要追的就是这个嘛 可是如果今天沈金晶不讲就不知道啦 对 所以当然有一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收贿的人 我有这个钱包资料了 我死也不讲 然后行贿的人也坚持不讲 那这个东西当然还是要再继续往下一个阶段去追查 这就是北姐现在要突破的部分 对 头痛的地方 好 欢迎各位朋友起客 雨萱 我们现在要非常注意陈志涵的讲话 因为他非常妙 他每次要说谎 可是每次说谎了以后 真实都会在这里面 我觉得非常妙是吧 他在10月8号的时候呢 他就讲 下一波应该是 约谈刘宝洁跟物质家吧 冷钱包都被他们掌握了 然后呢 到21号的时候 他就要讲说 这个东西如果一开始就搜索到的时候 怎么现在还传出这种说法 而且没有办法破解 他说这个冷钱包的东西根本就只需乌有 8号还讲说 只有我跟物质家掌握了冷钱包 然后呢 他到了10月21号 他就讲说这个冷钱包只需乌有 到了 昨天 他就说 我给你讲一个秘密呢 我要给你报一个料哦 报一个什么料 真的有冷钱包 真的有冷钱包 他讲的是 简连到了家里面去搜索了以后 看到有一个非常精美的盒子 看到精美的盒子以后 就跟陈贝琪 陈贝琪讲说好吧 你就拿去吧 我们刚刚讲了 完全胡说八道 完全不合常理 但问题来了 你以前 信誓旦旦否认的这么决绝 完全否认说 没有冷钱包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关系 可是今天 昨天晚上 这张脸 我真是觉得 今天所有说谎的人 都应该以他为教材 以他为教科书 说的 脸不红 气不喘 讲的义正词言 他说谎成亲了 刚刚我们讲了一个月的冷钱包 结果民众长不断地说是鬼故事 不断地说是科幻小说 不断地说是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在关键时刻上是 最早讲冷钱包啦 结果好了 现在终于有一个人 还我们清白了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陈志涵 叫我们陈志涵 竟然还我们清白 把人怪了 为什么 因为你刚刚讲到非常多的重点 第一个 陈志涵一直在嘲笑 他说什么冷钱包啦 科幻小说啦 科幻故事啦 不是啊 你陈志涵现在承认以后 那我跟吴董 还要去被约谈吗 不是啊 你们变先知了嘛 你们是Prophet 你们是先知 他说怎么可能啊 被掌握了 哈哈 这样把他们掌去约谈啊 结果第二件事情 诶 21号 距离现在有没有很远 没有啊 没有 这个女人翻脸跟翻书一样 我被他吓坏了 他其实在说 拜托啊 如果有的 他一开始就收到了啊 怎么可能 诶对 就Prophet哥 真的被收到了 说真的一开始就被收到了 是8月3 10号的时候 就已经被收到了 但Prophet哥 我才不相信他讲的话 好不好 他说你看哦 而且检包怎么还没有被人家破检呢 半真半假 什么意思 这时候陈志涵呢 就已经得到了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呢 请问一下 如果冷钱包被收到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当然啊 对啊 那为什么那时候不承认 现在承认 还否认啊 对啊 那时候一直否认啊 而且到21号还在否认 那Prophet哥 绝对有一个关键转捩点 你知道什么吗 你说从21号到昨天 发生大事情了 绝对发生大事情 我跟你讲 剪掉脏道了嘛 脏道了 脏道了嘛 我跟你讲 绝对是开始在破解冷钱包 我跟你讲哦 拿到冷钱包这件事情 早就有了 我们早就讲了 消息早就出来了 但会让陈志涵 有这么大的转变的 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谁 柯文哲 绝对是柯文哲 叫他做出来的嘛 叫他出来赶快洗地了嘛 叫他出来赶快编故事嘛 因为理由很简单 可能正在破解当中 是什么 破解有几度了 他才会赶快讲说 你赶快出去跟外界唬烂 而且你看到 现在我觉得 陈志涵最厉害的 就是一本正义的胡说八道 然后从他一本正义的 胡说八道里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事情的全貌 他昨天怎么讲 他说剪连是跑到 柯文哲的家里去搜索 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比特币冷钱包的那种 盒子包装非常精美 里面可能有一个卡片 或什么的 这个时候剪掉 可能就如获自保 他说这个就是冷钱包嘛 1500颗比特币嘛 所以就很高兴 当时佩奇医生就说 你就拿去吧 我们刚刚讲到 他今天不是想说 这个冷钱包盒子在这里 我刚刚讲到 你以为这些减连是白痴吗 今天减连看到这个东西 他当然就知道 这是冷钱包 哪有说 看到一个卡片 好像是冷钱包一样的东西 还搞不清楚 人家很清楚 而且第二个就是 我今天如果都搜索 我问过很多人 今天如果到人家搜索 他是什么东西都在找到 这个盒子上面 可能有指纹 这个上面有可能有任何资料 我怎么可能说 我到人家搜索了以后 我把里面的东西抽走了 我留一个盒子在外面 保安哥 我知道陈志涵地理不好 数学不好 但我没有想到 他连文笔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看科幻小说 对 我们现在就是在看 陈志涵写的科幻小说的时候 最受不了一件事是什么 逻辑矛盾 来 你仔细看 他说去科文家搜索的时候 看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比特币的冷钱包 对 这件事情没错 但有问题是在这句话 1500颗比特币 不是啦 保安哥 你知道这个逻辑矛盾在哪里吗 你不是讲空的吗 不是 剪掉那时候知道1500 不知道吗 剪掉如果是在同一天 8月30号收到USB 然后也收到冷钱包 那他等于是说 要把这个东西同时插进去 还要破解之后 才会知道里面的1500 等一下 他说剪掉当天就讲说 里面藏了1500 漏洞了嘛 因为人家是同时找到这两个东西 剪掉那时候哪知道什么1500 再第二件事情 他说陈佩琪医生也在场 他讲的会生会赢 好像他也在现场一起知道 柯文哲在厕所里面大便一样 他说 佩琪医生说 你就拿去吧 董娘的风范马上来了 你就拿去啦 不是好不好 剪哥 搜索的对象 侦查的对象是柯文哲 问陈佩琪在干嘛 对啊 你开什么玩笑 如果说今天 而且 以柯家来讲 没有柯文哲的同意 就算你真的可以让他拿走 剪輪的到底陈佩琪讲话吗 根本没有你们两个讲话的份 不要讲陈佩琪 柯文哲也没讲话的份 人家搜索就搜索 被冰箱大大的小包就全部拿走了 拜托一下 去办公室搜索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拿六大箱 请问一下还跟你一个一个打招呼 说这可以拿吗 这可以吗 方便吗 Please Excuse me 开个玩笑啊 没有这回事 而且再来 他讲第二件事更好笑 他说 我跟你讲啦 你们都闹乌龙了 你知道为什么你闹乌龙了吗 刘宝姐 我跟你讲 因为我们那个是记者会上区块链 人家的赠品啦 他是赠品 我误会了 你搞错了啦 结果我们来 各位 我们看他的原文 他说这个是科技厂商给的赠品 但是陈志涵 这个谎言 这个科幻小说 写得很有心 为什么 他还马上 放消息 用了一个盒子 放消息给媒体说 你看看 就这个盒子 就这个 Quales 保抵哥记住哦 这个是给厂牌的名称 他说你看哦 这是2019年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画面 一模一样 他说 就是这场活动嘛 你们搞错了啦 闹乌龙了 保抵哥 他1.1出现了 2019年 请问一下 你家有没有2019年的纸盒 放到现在 没有 如果放到现在 我跟你讲 撩破破的啦 这种场都丢掉了 这个根本 转心的 你是在跟我说 再来第二件事情 像这种盒子 你如果要找的话呢 你知道虾皮也找得到 网路上拍卖 到处都买得到 可以直接买现货嘛 如同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今天检掉 为什么一定要把盒子 带回去你知道吗 否则我哪知道是谁的啊 我要把盒子带回去 一盒子上会是什么 指纹 指纹嘛 我要recognize 我要确认说这个人 所以我去搜索 我搜索你的冷钱包 我搜索你的冷钱包 还特别说 我要把里面的东西抽掉 盒子还给你 不要开玩笑 绝对整包打包带走 所以这个在胡说八道 所以反而比较有可能是什么呢 陈志涵介入到任务 因为我们讲 冷钱包已经被查到了 被破解了 所以各位 不要再讲鬼故事 扩案故事哦 陈志涵说有冷钱包哦 在破解当中呢 肯定是有什么危机的求救训练说 白了 陈志涵干快 出去外面 帮我随便唬烂一下 乱拜一下 冷钱包 因为宝典哥 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吗 否则你想想看一个场景 起诉书到时候如果写出来 陈志涵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否认 从头到尾都说个故事 结果起诉书上面写 因查获冷钱包 柯文则拒绝交代相关私钥 聘马以及助力使 涉嫌常逆 犯罪不乏所得 涉嫌重大 因此这变成一个陈堂证供 那陈志涵这些民众要变什么 够嘴变阿嘴啊 打脸的是他们嘛 你说查到冷钱包了 一定会 保理哥我跟你保证 一定会 第一个已经查到 第二个正在破解 第三个绝对会写在洗漱署上面嘛 否则你按照陈志涵的个性 他的个性是什么 不见棺材不掉泪 对嘛 怎么会跟你讲什么 他一定是查到哪 办到哪 查到什么 讲到什么 如果对自己有不利的 绝对都把它隐藏到底 已经讲了两个月 陈志涵两个月跟我们说没有冷钱包 结果现在突如其来跟我们说 对有冷钱包 而且不到一个礼拜哦 对啊 不到两天三天 就21号讲的 结果今天24号马上翻购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就是这一个 他等于是 因为这是唯一公开场合 让有露面的画面哦 这是冷钱包唯一有透露的画面哦 甚至你看哦 连厂牌白纸黑字哦 所以你想想看 到底是19年的冷钱包 放到了现在 然后剪掉突然 好糊涂 我笨笨 只抽走里面的东西 没拿外壳 还是为了要预盖迷藏 写一本小说 特别去买来新的冷钱包的外壳 来提供给媒体拍摄 来自圆其说 观众是有智慧的 而且你前面提到说 他讲是佩琪医生 就说你拿去了 你说这件事情也露线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露线 刚刚讲的 如果我到了你的家里面去的话 谁是主体 柯文哲是主体 谁来决定 柯文哲来决定 不可能说陈美琪脚 你就拿去了 不管问不问 都轮不到陈美琪 如果陈美琪 今天我可以决定的话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跑去 最后是有两个地方的保管箱 两个保管箱 我们要注意到 是查了这两个保险箱之后 江湖才开始传出 有冷钱包 所以你这个冷钱包 到底是放在家里 还是放在保管箱 你如果是放在保管箱 那就不是说 怎么你外面的赠品放在家里 是你刻意要把这个冷钱包藏起来 保雅哥你突破盲场了 为什么 因为当陈思涵讲说 是8月30号找到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有87%的机率 绝对不是8月30号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就是要转移方向嘛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自己说 当时陈佩奇 意思是说 你拿去把 各位 检掉如果他有意思 要询问的时候 他一定会拿着这个东西 去问你说 这是什么东西 而且他不会问陈佩奇 如果是8月30号 他会问谁 柯文哲 他一定问柯文哲 所以如果他说 陈佩奇 这什么东西 那代表一件事情 绝对是在侦查 陈佩奇的过程当中 那唯一一次 侦查陈佩奇的时候 保管箱 就是保管箱嘛 而且保雅哥 所以现在合理的怀疑说 那个冷钱包在保管箱 我跟讲 不只合理怀疑 合理推论 为什么 因为8月30号那一阵子 其实根本没有人 讨得到冷钱包 那时候案情的发展 根本也没有1500 是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了保险箱被查的时候 直到了我们讲 金条被挖出来 陈佩奇出来开计车 那时候 才传出冷钱包的消息 所以你如果按照 这个逻辑的推论 真正冷钱包 很有可能被发现的地点 根本不是柯文哲家中 而是陈佩奇想要转移焦点 而是陈佩奇想要转移焦点 就是在那个神秘的保险箱里面 你常常讲 这个世界没有偶然 这个很多事情 都是刻意操作的 而且是反必有妖 他已经说了多久的话 他已经说没有这回事 只有我跟你才知道 因为我们两个 就掌握了什么 这个冷钱包 结果现在又讲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一个爆料 一个独家了 底下我也看到那个盒子 我也看到冷钱包 为什么不到三天的时间 他的风向180度转变 主要要解读他的风向 因为他实在是讲太多谎话 但这两个 他前后谎话有很大的差异 从没有冷钱包 现在到有冷钱包 而且还有盒子 还有尸体 那个都是他的包装 他的话术 但有冷钱包 已经是他的事实 而且他主动爆料 为什么要主动爆料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 所以换言之讲 为什么 因为受命 有人叫他爆料 有冷钱包 这个人是谁 只有磕嘛 只有磕才有可能 所以磕知道出事了 因为他们也怀疑说 到这个月底可能起诉 对 怀疑这个月底起诉怎么办 有冷钱包的话 所以他起诉出事 你显得清清楚楚嘛 表示冷钱包 已经脏掉了嘛 对 北俭拿到东西在手上了嘛 那柯有怕 他担心这两天起诉你知道吗 所以他才 马上就赶时间 消毒 他自己先消毒嘛 他要跟北俭对抗嘛 因为这个是 他们一直否认啊 当然现在有可能还没有 没有解开那个金钥 但是我都觉得很难讲 我都觉得很难讲 可是今天最有意义的事情是说 一个会说谎的战狼小姐姐 承认有冷钱包 而且这个背后 是柯文哲叫他讲的 可是他讲说 为什么 那时候厂商给的啊 厂商给的那是一个干净的啊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名片啊 我们也没有用啊 大家大惊小怪啊 好 那大惊小怪 那你为什么要讲嘛 你突如其来 在这个整个电视台的 这个录影 这个制作过程里面 没头没脑 突然间来个冷钱包干什么 对耶 他自己讲他爆料 他是天外飞来一笔 他爆料一个厂商 送的冷钱包 你路边摊买了也可以啊 为什么他要爆料这个东西嘛 所以这个才是 示反必有妖的妖孽的重心嘛 就是他故意爆料有冷钱包 硬要扯这个爆料 那这个爆料来 柯文哲叫他爆料 另外一点就原因背景 就是他们知道 北柬最近要起诉 甚至于有谣言说 北柬这个月底会起诉嘛 对不对 说要收压期限内嘛 所以他在做一些起诉前的一些的 舆论的一些的 就一些带风向的动作嘛 他告诉你有冷钱包 那可能最后会不会有人讲说 丢冷钱包没那么多钱啊 我里面可能只有1000块钱美金 你估计多钱20亿啊 不是 肯定讲是人家厂商送我的嘛 我就随便放一点钱玩一玩嘛 对啊 我可能是乱讲一通啊 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后续 不是到这边结束了 对 那这个东西 他们的预见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消息不断出来 对 那你看到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整个民众党在这部分的操作 还有一个方向性嘛 对 他们不确定啊 他们不确定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发 但是他们已经倾向于 承认某些犯罪事实的方向在发展 对 那现在他本来不是讲过吗 金流呢 金流呢 没有金流出来的话 压人取贡 对 压人取贡 柯文哲将来就变大伪成 2028没有金流 如果只有图利的话 我的好朋友郭正亮讲的 没有只有敢用图利起诉他的话 他都给你干了2028了 哈里面28都来了 怎么样 已经 懒钱包都来了 让他们小姐姐承认了 不要再讲 不要再讲压人取贡 对 已经柯文哲在铺垫 铺成他的认罪的某些事实了 而且你直接讲 现在这个案子非常奇怪 就是柯文哲好像会得到的一些消息 难道柯文哲即使现在已经在里面 都已经收下境界 他还有消息说 冷钱包被脏到了 所以我要提前消毒 冷钱包被抓到 这个第一天都被抓到 这个不用怀疑 这个不用怀疑 他的USB里面的东西 都是陆陆续续丢出来了 这个在检方掌握的东西 比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 要多太多太多太多 这个不用怀疑 现在说 冷钱包为什么 现在讲这才是关键 现在一定是某一个事件 在内部发生了 要出事 事情会发生 然后这个时候 柯文哲下命令 叫陈志涵带风向 赶快出来 再带风向 这才是核心的点 否则他刚刚骂过我们两个人 他马上就转口 不过这个本身太难看了 对不对 他不在乎难看 我觉得我最佩服就是他这一点 但问题是他要上电视 只要有电视可上 对不对 但是我讲的是 他这个是功能性的叙事方式 他是有一个目标性的叙事 所以冷钱包第一次 由柯文哲犯罪阵营里面 嘴巴里面丢出来 这个有意义 大家都在那边 还有一些媒体在那边骂我们两个人 我看了很多 骂什么 冷钱包都胡说八道 反正还有很多 比较品相于同情柯文哲的人 把我们两个骂得很难听 现在我现在警告社会大众 你们家的陈志涵承认 有冷钱包 好 谢谢苏培 你说这个冷钱包 你们这样判断 不是家里找到的 根本就是保险箱 如果是在保险箱 才有陈贝奇说你们拿去了 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放在冷 这个保险箱代表什么 代表是他刻意藏起来的 当然是啊 柯文哲对于很多厂商 送的东西他怎么样 他很不屑啊 之前他在2015年刚上任的时候 英国轨道贸易团 到台北市政府去拜访市长的时候 送他一个怀表 他说什么破铜烂铁 把他丢掉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不是重要的东西 柯文哲会好好保管吗 看不上眼的 当然是嘛 所以我告诉你 会放在保险箱 你看 所有的人 你会把东西拿去放保险箱 你要先把它拿好 然后再带在你的包包里面 再走啊 走到银行 把保险箱打开 再把它放上去 如果是一个破铜烂铁 如果是一个厂商 送给你的优偶卡 你有可能把它放在保险箱吗 当然不可能啊 所以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才会去放嘛 所以今天陈志涵出来讲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说 过去你就是最常一本正经 讲讲白菜的人 所以你今天你继续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在讲谎话 而你讲的谎话是什么 要打预防针嘛 为什么要打预防针 就如刚刚大家所说的 最近冷钱包这件事情 又被讨论起来 那是不是真的检调已经握油冷钱包 只是找不到相关解密的方式 所以如果如刚刚律师所说的 他可能依照我有找到冷钱包 但我没有办法解密 我就怀疑你这边有不乏所得 因为我解不开 所以我就起诉你 我这样也可以起诉 对 我如果起诉你之后 你看陈志涵现在就开始讲了 检察官现在找到了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2019年科技业啊 送给柯文哲的冷钱包 一个黑色的盒子 这个黑色的盒子每一个人都有拿到 不是只有柯文哲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呢连检看到他就很开心 就认为他里面有1500的比特币 这才是真的是在做科幻小说吧 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科幻小说 你有可能看到一个钱包之后就说 就怀疑里面有多少钱吗 不会啊 所以你陈志涵先来做科幻小说 做这些事情在干嘛 先打预防针嘛 在打预防针说 未来如果起诉书里面 有一个冷钱包 但检察官没有办法解密 一定在扣科幻的帽子 大家不要相信嘛 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这个部分嘛 他不会觉得丢脸吗 他两三天前才说 这个东西只需物有 之前还说我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结果他今天突然的说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这两天发生什么大事了 而且这个一点都不是秘密 之前大家在讨论冷钱包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就一直讲说 柯文哲对区块链非常有意识 刚刚大家看了这个记者会的画面 其实之前大家都拿出来讨论过的 所以这个冷钱包 所有全台湾关心柯文哲这个案子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冷钱包 而且是科技公司送的 那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你陈志涵过去否认 你现在突然站出来说 有 他家有冷钱包 而且就是这个冷钱包 你不觉得很瞎吗 你把大家都帮白痴 是啊 他一直把大家当白痴啊 而且他现在还要认为 还要让大家认为检察官是白痴 所以这个检察官居然看到一个空的 这个比特币的盒子 就认为那里面有1500 有冷钱包里面有1500的比特币 所以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 都要跟着他一样变笨 而且他要把办案的检察官也刑索 是个笨蛋 所以我觉得是怎么可能啊 你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绕着你转吗 你要怎么塞都怎么塞吗 怎么可能 然后你知道吗 他先讲说 他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冷钱包 被收走 被带走了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吗 他后来转回来讲 怎么讲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盒子 这个冷钱包 就像空的悠游卡一样 空的悠游卡 对 然后像空的悠游卡一样 所以很多的活动 都会收到空的悠游卡 那现在怎么可以 因为空的悠游卡 就说柯文哲是贪玩孤立 这是什么事件 所以你看他的连结是什么 他的连结又把冷钱包 变成悠游卡 他在灌输小草说 如果寻书里面 有出现一个冷钱包 他就是一个空的悠游卡 那我问你嘛 空的悠游卡 为什么要放在保险箱 空的悠游卡 为什么柯文哲 要从2019年流到现在 你真的是把大家当笨蛋 你自己是笨蛋 就要我们都要逼 逼得我们都要变笨蛋吗 怎么可能嘛 好 事通 刚才讲说 没有这个厂商收藏 里面根本没有钱 大家误会了 可是你说完全 违背大家的尝试 因为 你有没有使用过 这里面有没有钱 对 检掉一看就知道了 如果真的是厂商 送的冷钱包 你一开始解释 那是厂商的重量 你甚至可以公开展示给大家说 里面是空的 没错 像你看着陈志涵讲的话 你真的是觉得他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胡说八道 保险你看他说什么 他是在这个柯文哲的家 去搜索的时候 保险 那里面还说 他看到一个卡片或是什么 那是检掉人员如获自保 会觉得那是冷钱包 有谁看到那个东西 马上就会觉得那是冷钱包 不会吗 当然不可能 在当初第一次去搜索柯文哲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都搜索 我还去注意到说 这是冷钱包 这是冷钱包吗 我好开心 那完全不可能 我有朋友也是被搜索过 保险他就说搜索是怎样 他人 你也不准在旁边 他们就直接拿走了 他也不会问你说 这个是什么冷钱包 然后怎样 让你看他的表情 都不会 我们搜索票来了 你就在旁边站 看我们怎么搜 搜搜搜搜搜搜 能搜都搜走了 他还没问你 怎么样 还有没有饭吃或是这样 根本不会问你 所以他根本完全是胡说八道 好 再来是什么 保险那 事实际上冷钱包是这样子 冷钱包没有错 他一开始如果假设 是看冷钱包的话 他会看什么 他一边来说 你检调会查的话 一定是他们有用过 登录过 使用过这个冷钱包的 这个迹象 因为为什么 因为里面来说 你有什么搜索词 那些张署 那不见啊 不见的表示 你可能有用过啊 或者说我要登 我只要插进去 真的 你再说一遍 我不懂 是说今天如果 我使用冷钱包 我旁边会有一张纸 上面会有一个注记词 如果我只要使用过了 我的注记词就会没有了 那也就是我 我只要一看 上面所有的配件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冷钱包 有没有使用过 当然知道 因为你第一个 你登录之后 你马上就会有 那个注记词出现 你要记起来吗 记起来之后 那张纸就不在 这个这边了 如果这张纸在这边的话 我当然马上就可以 登录里面 就知道所有的内容 跟资料了嘛 所以要不要知道 他有没有使用过 那个非常简单 简调只要一看 打开没多久就可以 甚至他一开始插上去 他就知道 这个到底 有没有人用过 所以这个完全都非常清楚一个状况 目前为止来说 我觉得检调是真的 已经查到冷钱包 那是没有问题 只是目前为止来说话 注记词没办法查到 好那我们是讲 实际上这个陈志涵来说话 他也真的是完全在胡说八道 我最近一段时间 你只要看他讲 他讲的话都是 反正前面是怎样 那就是这个 你我先讲给一道想法 后面会一改一改一改再改 而且是都被抓到的时候 他才会讲 反复无朝 对你看一开始 尼耀石的时候灌水的时候 他就说对啦 这个我们 他一开始还否认 否认后来说 15笔漏报 两笔误报 然后端木正的这个便宜形势出错 你看把事情都推到端木正 然后进总捐这个 4千万给这个所谓木可 然后目前有1500万的这个授权费 他还说 这是落差 这个我们不解 我们你要退回国 我们1360万 然后包括说后来的这个 陈佩琪的ATM 你看他也是开始胡扯 说一开始说是妈妈的所为钱 然后后来又讲一大堆 有了没有的对 那最近不是说福报 这个党工的薪水吗 他还说是福报 短报 错报都有 所以就说 我跟你讲 你不要讲 听他讲那些什么话 那都不重要 当时董事长说了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 因为你看他都是因为 有一件事情发生 他才要出来澄清嘛 有一件事发生 有一件事发生嘛 那就是这件事 显然是他要澄清 要出事了 那一件事情 才是真正发生 那至于说那一件事是什么 那显然当然一定是跟 所谓的这个冷钱包 是有关系的 好 李律师 现在他们就咬住说 要破负一个冷钱包 觉得非常困难 而且如果你要破 暴力破解的话 你三次错误 你们全部都要被清空掉 完全被delete掉 那可是我只是拿到一个 一个USB 或是我只拿到一个 这个冷钱包 我可以当成呈堂证供吗 现在看起来这个柯文哲 可能是有图力 甚至有收贿的一个情形 那现在检调 当然就是说 这个如同民众党讲 就是说我要查金流 查金流 但是目前看起来 像金华城这个 讲这个不法的所得 有高达这个 一两百亿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我们合理 检调可以合理来判断说 这个柯文哲 可能会拿到多少利益 如果真的查到 这一千五百万的话 一定是检调 没有办法来接受的 那现在看 假如冷钱包 什么都没有查到的话 那么或许对检调来讲 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没有办法 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来指证说柯文哲 有拿到一个高额的利益 但是现在就有冷钱包了 有冷钱包的话 假设里面 这个都是一干二净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使用过 或者只有 他只是来使用 放个十万块来玩一玩而已的 他其实大可把这个东西 就据实说 就丢出来了 说出来就没事了嘛 但是他如果都不说的话 而且这个冷钱包 已经被检调扣住的话 那检调就可以合理来怀疑 认为说 这可能是涉及到犯罪所得的 而且呢 法院在认定 可是我这冷钱包 我只是一个USB 我解不开 我也可以当成犯罪所得 是的 当然说我们刑事诉讼法 如果要认定一个人 有没有犯罪 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证据 那这个证据要看说 认定到什么程度 如果一开始冷钱包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我想这个部分 要来认定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现在有冷钱包了 他可以把这个当成 在刑事诉讼法 在这个工房辩论的时候 提出来说 我这边有一个冷钱包 我已经查扣到 你的一个冷钱包了 那你要作何解释 那这个时候被告 你可以选择 我要保持兼默权 我完全不解释 这也可能是 他现在的诉讼策略 他就不解释 看看你们检调 有没有办法来破解 那如果你真的检调 没有办法破解的话 是不是完全就一定没有这个犯罪所得 我就拿到没办法了 也不见得 不是吗 因为虽然比较不容易来立案 来认定他一定有犯罪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实体的冷钱包在这边了 但是你 我们已经在作为一个刑事诉讼法 一个辩论的一个证物了 他还可以当证物 对可以当证物 我收到了这个冷钱包 就是一个证物 但虽然我没有办法解开 但是我给你柯文哲一个辩论的时候 一个机会你来说明 但是你就是敌死不说明的话 那么检调就可以合理 法官就可以合理来认定说 这边是有隐匿所谓的不法所得的 就可以反过来推论说他可能有收费 所以就像过去一样 我们看到一个保险箱 这个保险箱非常的坚固 我说你这个保险箱给我打开 我看没有多少钱 他说这个年有失修了 我也忘记钥匙了 我根本不知道了 我打不开 其实这样子 我也可以拿来当起诉的理由 如果就像如果我杀了一个人 如果我把凶刀丢掉了 那凶刀都找不到了 这个时候来认定说我杀人就有难度 所以假设这个保险箱也好 这个冷钱包也好 我们都没有找到的话 那其实要来就这个部分的金流 来认定是有相当的困难的 但是现在只要一旦 这个东西已经呈现出来了 有冷钱包 对已经被找到了 已经被搜索了扣押 而且拿来当作辩论的时候的一个证物了 这个时候就由不得说 你这个被告要不要来做解释了 你即便你不解释 我们合理觉得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一切都是合法的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他说厂商给我的 一个普通的卡片而已 就像悠游卡一样 你就是悠游卡是空的 那你就让你的密码输入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大家看一眼之后 我们觉得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也不会提这个冷钱包的事情了 但是你就是不解释 那你不解释的话 那一定就是里面有鬼 所以检调就会 法官就可能会认为说 这个就是有一个不法的所得在里面了 对 这个还是可以当证物的 你现在陈寺来讲 根本没有冷钱包 都是大家想象 写的课外小说 昨天突然讲 我跟大家报一个料 报一个料 讲是我从来没有关过有关USB 跟所谓的冷钱包 他说是因为 简连跑到柯文哲家里搜索的时候 看到一个东西 大概长得像去年参加活动的时候 里面有个盒子 这个盒子就是你知道现在什么 比特币冷钱包那个盒子 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他就讲着不知道吧 然后就问那个陈贝琪 陈贝琪就说好吧 你就拿去吧 然后今天也把它估不出来说 就这个盒子啦 盒子还在啦 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这只是厂商给我们的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啦 保德哥 我终于对陈志涵了 我满怀着期待 果然 只有陈志涵可以超越陈志涵 我还本来想说捷运红线 已经是他的巅峰制作红线当塞车 结果没有 又来了 还记不记得 我还原陈志涵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话 他说什么 是不是冷钱包 都是科幻小说啦 还怎么有冷钱包 叫那胡子家 跟那个刘宝姐 去跟北剑约谈啦 北剑把他们谈走啦 保德哥那时候他怎么讲的 他说 根本只有我跟吴志涵知道冷钱包 幻想啦 他说你们是在科幻小说 你们两个都有妄议 有这种劲逃 结果现在 连陈志涵都加入这个行列 所以他说现在有冷钱包 而且连盒子都有啦 翻脸跟翻书一样 只有我们志涵姐办得到 前一秒跟你讲 有什么冷钱包 科幻小说 下一秒跟你讲说 有啊有冷钱包 有啊 你们搞错了啦 那个是正品 来我来还原陈志涵的讲法 他说 简连到柯文哲家中搜索 看到一个东西 保杰哥 这个是他的特权 你知道吗 我们如果谈 在家中搜索的事情 他会说什么 你们观落音啦 通灵啦 陈志涵请问当天他在不在 他不在啊 他不在 但他讲的好像 他跟陈佩琪一起发现 科幻者在大便一样 讲的好像 他生力情绪在现场一样 然后搜索搜索 然后找到一个是活动的盒子啦 那搞错了嘛 是科幻者参加活动的时候 那个正品啦 随便丢在家里面 而且哦 这根本呢 包装非常精美 结果 检掉就问了说 好像鲁获至宝一样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他把检掉讲得很像疑神疑鬼哦 然后结果你知道 有一个人讲话 谁讲话 陈佩琪 陈佩琪说 来啊 要去怎么拿去啊 动两个把戏拿出来 要拿着拿去啦 等一下保德哥 出现一个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曾志涵的逻辑又出问题了 请问一下 检掉跑到柯文哲家中 是要搜索谁 柯文哲 柯文哲是犯罪主体嘛 他是我们讲的这个侦查主体嘛 那好 请问搜索柯文哲 在家中发现物品的时候 如果要询问 应该要问的是谁 柯文哲 对那问陈佩琪干嘛 陈佩琪不是说 没有啦 我那天不在家 那个周宇修打给我 我就赶快跑回家 发现我老公在搭便 我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你说 陈佩琪讲 当时就说 你就拿去吧 以整个柯家的生态 陈佩琪如果柯文哲在 他根本没有那个权利讲 你就拿去吧 更不用讲 如果就是检联进来 检联也不可能问陈佩琪 那不会问陈佩琪 只会问柯文哲 那你陈佩琪 怎么会有智慧的余地呢 不是 宝德哥 搜索的时候 剪掉就是检联 就在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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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在敲东西 还会跟你礼礼貌貌 磕磕叽 Politely说 陈佩琪女士不好意思 这个冷截包我们可以拿走吗 可以吗 谁会问你啊 直接就拿走了 所以宝德哥 这逻辑有大互动 除非有第二种可能性 搜索的地点 因为你仔细注意哦 柯文哲家中那时候 是在8月30号搜索的 后来9月27号 总共分别两批次 发动了搜索 宝德哥你知道 总共搜索的地点有几个吗 77个 所以你今天你会相信 陈志涵说这个东西 在家中搜索到的吗 不是在家里 不是嘛 我跟讲 如果陈志涵他讲话都虚虚虚实 真真假假 当小说看 但你要爬出他的文本 了解他的端倪 如果问陈佩琪 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我跟你讲 宝德哥 绝对不是在家里搜的 你知道只有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地点 需要问陈佩琪 保险箱 对嘛 保险箱嘛 各位 因为只有保险箱 是陈佩琪带着大家去的 所以只有保险箱 才需要问陈佩琪 陈佩琪才有决定 选说你们就拿去吧 宝德哥 请问一下8月30号的时候 有沒有冷錢包這個消息 沒有 根本就沒有這個新聞 是知道什麼時候 知道陳佩琪保險箱被挖出來說 才有冷錢包 對嘛 有冷錢包 還有什麼 金條 麻糬全金條 對不對 他說沒有啦 裡面就有意識啊 近視 從那個時候開始 大家才開始採入冷錢包 而且陳志涵都像什麼 他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如果沒有的時候他就這樣 你是科幻小說啦 胡說八道啦 你的幻想 他每次都是 真正咬到了以後 他就開始胡說八道了 對啦 志涵姐 為什麼你要加入科幻小說的行列 為什麼呢 你之前不是都跟我們講沒有嗎 那只有一個理由嘛 台事大條啊 拍空啊 不得不編一個故事 來掩蓋真正的故事嘛 代表說現在檢調 一定是真的找到冷錢包 而且在破解 而且陳志涵 你講話有一個漏洞喔 你說檢調現在正在破解 你少來給我這一套 寶健哥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這個冷錢包 他是圓圓長廠 廠商的贈品 你知道他整個輸入到電腦裡面之後 打開之後他會發現什麼嗎 根本就沒有格式化過 所以他必須要重新的輸入登錄嘛 所以如果今天檢方需要破解代表什麼 被格式化過了 有用過嗎 你就有用過嘛 你沒有 我管你什麼廠商來的 你柯文哲去哪裡買的 重點是這個冷錢包他有用過 所以檢方才需要破解啊 而且剛才講的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確定說 你要特別強調是陳肺基講的 因為陳肺基講的 你就根本不應該在你家發現的 如果陳肺基不是在家發現的 那應該可能在保險箱發現的 如果真的是在保險箱發現的 那問題很大囉 如果人家廠商送你一個冷錢包 你冷錢包也從來沒有用過 就這麼清清白白乾乾淨淨 你幹嘛要放在保險箱 不是寶貝哥 你講了一個大盲點了 好 如果真的是正品 如果真的沒有用過 那不是啊 直接就公開就好啦 你就跟大家打開來看啊 你就不要否認啊 就也沒有什麼冷錢包 也沒有什麼金鑰 也沒有什麼助記石 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沒用過就不會有助記石啊 奇怪了 為什麼柯文哲要封口缺口不談 為什麼檢調還要繼續查 所以越聊越報 而且保理哥 你知道最可怕是什麼嗎 冷錢包只是其中一樣耶 你仔細看柯文哲所有犯罪的過程當中 他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說你叫壓人取貢對不對 說你這是違法徵收嘛對不對 錯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人直接在中刊寫 他就寫一件事情很明白 請問一下柯文哲這個人 如果放諸四海到世界各國 保險哥你覺得會怎麼樣 都會被抓 每個國家都查他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犯了三條 根本不可以犯的 第一個 就是財產的人不明嘛 隱匿財產 龐大的金流 我們看是不是講到 數以百計的企業家捐款給他 到現在為止錢都不見 再來第二個 基本上根本沒有人會幹這種事情 只有他在幹 哪有人創立一個公司 然後這個公司 全部都進到自己口袋 目可目可保 目可加起來是什麼 就柯耶 你沒有注意到嗎 臉皮厚道就我對 就我的公司 柯公司 然後第三個叫做用基金會來洗錢 結果這三個天條 你都犯了 你民眾黨 你說這個在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都是不可饒恕之罪 柯文犯了其中一個 都是犯的天條 連犯了三個 因為過去我們講 紐約州州長就是有這樣 而且他一樣啊 他就是跟我們講賭博行業 賭博產業 有沒有很熟悉 柯文的USB裡面 也找到博弈大亨 就是這樣 然後去用基金會收受 馬上清白被人家質疑政治生命 就毀掉了 代表說 因為透過這種洗錢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政治人物 接受到大筆的匯款的時候 會幹嘛 把它拆散 化整為零 然後小筆小筆的輸送到 巧妙的到自己的帳戶裡面 自己可以收得的範圍裡面 所以柯文哲 別再說什麼沒有金流沒有匯款 你只不過是小兔有倉庫 錢夠會藏而已 所以司長 才沒有多久 找不到看這個時間 2024年的10月21號 同樣這個誰 這是我們的戰狼小姐姐 叫我跟吳子佳去 這個時候還是北檢報到的人 剛才講的 柯文哲的冷錢包找到 他說 自行毋有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你才講這個時候就是 我要跟你報一個料 這個料什麼 這個冷錢包根本沒有什麼 這個冷錢包是人家送的 人家送的 我就放在家裡 放在家裡之後 檢連來查的時候 當時就是一個金美的盒子 陳美琦看到說 後來你就拿去啦 保健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陳自然的這個說法 真的是到處被打臉 為什麼他這樣講呢 剛才宇軒已經講到了 這個金美的盒子來說 事實上在家裡面來說 檢調是可以完全拿走 他可以完全不要理他的 再就是說 我覺得他在講什麼 第一個 他可能搞不太清楚說 那個冷錢包 到底是什麼東西 另外第二個可能是什麼 他要轉移USB 因為事實上 在他們家裡面 只有找到USB 找到USB的時候 抱歉為什麼這個當天不問他 USB裡面的謝國良 那些你為什麼不講清楚 對 他常常會用一個說法是說 他直接他後面來講什麼 他說裡面有什麼 1500個這個什麼 什麼虛擬公兵 那是假的 他會用一個很像是假的新聞 來否定掉 然後就否定掉 你熊柳講了全部的事情 對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說法 所以說陳自然說謊說成金了 對沒錯 他在轉移焦點 然後在用這個 你講到這個冷錢包這件事情 沒有說冷錢包 反正你也查不到冷錢包 最好大家要討論冷錢包 因為他現在認定 你就是找不到冷錢包 所以你也找不到金流 可是問題是USB有沒有 有 USB那些東西問他 他敢不來回答 因為這個謝國良這麼說 然後黃聰隆這麼說 你敢不敢回答 他不敢講 反正我就把目標鎖定 我就要講USB 或是所謂冷錢包 你看他講USB 或是所謂冷錢包 他為什麼不講USB 他就直接開始講冷錢包 然後講一堆冷錢包 然後你笑他 你怎樣說他 你現在要討論 而且剛剛才知道 如果這個冷錢包 這是廠商送的 這個冷錢包真的是沒有人用過 對 你說那一看就知道了 沒錯 而且你看那個冷錢包來說 你一登錄就知道 那個沒有用過 有用過跟沒用過 有用過沒用過 一登錄就知道了 你馬上就知道 就很清楚了 所以他要講 你看他故意講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拿去吧 你看還要做 撞個樣子說 你就拿去吧 沒有用沒有意思 然後還要編科幻小說 說裡面有1500個 1500個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比特幣 所以他等於是 他在導演 導向這個言論 導向一個 對他相對有利的方向 對他最不利的是 你在討論一個USB嗎 不然你無法解釋 他為什麼在昨天 講的那些 我們根本聽不懂 是什麼的話 好所以玉鳳 現在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陳蔡 我們來講 陳蔡通常是你咬到他什麼 你踩到什麼 他才會承認 你哪有說 今天10月21號才說 子虛烏有 根本沒有冷錢包 23號你就說 你主動爆料 主動爆料 剛剛講你這個東西 是漏洞百出 我覺得柯文版 我覺得陳蔡很妙 他很喜歡說謊 可是你都可以從他的謊言裡面 去拼湊那個事實出來 這個拿去 是這個陳佩琪說拿去 不對啊 當時搜索的時候 當家做主的是柯文哲 如果要講拿去的 也不是陳佩琪啊 對我們先來講說 他現在的說法 他說他參加活動 然後廠商送他的一個禮物 你覺得這東西合理嗎 不合理嗎 這東西是不合理的 他為什麼可以參加活動 因為柯文哲是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參加的活動 的禮物是不能拿回家的 不能 你是要列測的 你是放在市場是列測的 這個東西來講 公務人員的人放歸禮 大概以前是500塊 後來發現說 哇這通膨的話 1000塊以內是沒關係的 可是你要想喔 這個東西你隨便便上網打 冷錢包不是3000就是5000 這個東西是可以隨便拿回去的嗎 第一個他是不能隨便拿回去 第二個柯文哲 對這個有沒有興趣 如果他真的想拿回去 他不用的話 他拿回去幹嘛 然後第三個就是 剛剛那個司聰哥講的 冷錢包這個東西 如果是空的的話 你一插下去的話 是不能用的 你馬上要設定 然後呢你要有個註記池 然後設定密碼之後 他才會產生一個地址 如果這個東西是空的話 檢調人員插進去 就知道啦 然後再來 就知道是空的 他就知道是空的 你有沒有用過這東西來講 就算你重置過這些人 專業的這些資安人員 一看就知道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然後再來 戰狼小姐姐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講 我覺得他們從案發到現在來講 沒有一種東西是碰巧 沒有一種東西是剛好 我想到我去上個節目 我上個節目 突然之間你Q到我 我就告訴你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戰狼小姐能不能決定 他不能決定 他今天不是說 佩奇看到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我們看過太多搜索的場面了 你會有一種狀況是說拿到這個東西 請問寶傑哥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你這樣是不會問你的 不是這樣子的 當然啦 卡卡卡卡卡卡 什麼叫搜索 搜索就是拿一個箱子來卡卡卡 記不記得他先生 許甫不是告訴大家說 唉唷 調查局那個六箱是我們主動提供的 那也不是你主動提供的 你被查到 你就說你主動提供 你被查到 就說唉唷 你們要就拿去 唉唷 我是跟你撈問你 你當我今天是拿你家廚房來 借個醬油嗎 這個可不可以 借我們回去查一下 我以前看過郭喜在接受訪問 郭喜當時不是 射入這個所謂的拉法建漢嗎 他說撿到大家去 他說他到他家裡 他快瘋掉 他說他們家像被掃射過 被搶劫過一樣 整個地 滿地的亂七八糟 唉唷 那個櫃子打開 直接倒出來 櫃子打開 直接倒出來 看到什麼東西 就這樣拿走 所以根本不可能說 這個什麼東西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種場面 這個場面他描述的 因為輕描淡寫 就代表說後面真的不是這樣 那戰狼小姐 能不能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絕對他的身份地位 他一定不可能主張講這個東西 那陳佩琪 他可以在這個時候 來決定要不要講這個東西嗎 我覺得也不可能 我覺得他們在這個案子裡面的話 他們兩個都邊邊角角 這個東西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要談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應該是裡面的那個人 覺得 一定是這個人 如果不是這個柯文哲主席 覺得說這個事情要來說明的話 他們不可能站到第一線 我們這也講過 其實我們一直懷疑說 在這個檢調委員 就在這個司法單位裡面 到底還有沒有那個舌頭 還有沒有那個通風報信者 如果今天 他們可以這麼精準的 在這個時間 居然去談所謂的冷錢包 就代表 他們得到內線消息了 那為什麼時候 要講這個東西呢 因為印小微的激壓挺開了 沈慶晶的激壓挺開了 接下來就是柯文哲主席的 炎壓挺要開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才跳出來講這個東西 不然你要講的話 你就早就去講了 如果你早就知道說 佩琪 他們知道有 冷錢包被寫了 對 如果他們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 炎壓挺上面的一個重點的話 他不是講給我們聽的 他講給要 庭訊的法官聽的 說這個東西先消毒 沒有這個問題 他不要讓法官第一時間看到 在你家或是保管箱 收出這個冷錢包 冷錢包 這個冷錢包的實用狀態 或是怎樣 他在這個時間點 一切的一切都是安排妥當的 不然怎麼會突然這個時間 前面說子虛烏有 現在告訴你說 來 外殼敵家 原來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有一個冷錢包 對 這個東西來講 你只要注意 他們講的雲淡風輕 後面就是暗潮汹湧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他說的每個東西 從情景到後面的來源 其實都是不正確的 一定是有特度的目的 所以在這個時刻 一定要丟出來講 不要 現在為什麼突然講 你10月21號才說沒有冷錢包 現在 他就爆料說 有啦 那天來搜索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了 他為什麼講冷錢包 他今天有壓力才要講冷錢包 他為什麼有壓力 我壓力我不知道 但是我第一個感覺到就是說 現在外面在商場上謠傳 這個USB上面的名單 還有百貨的 還沒有抖出來一大堆 大咖一大堆 還沒有出爐 現在是跟北點關係比較差的 先給你丟出來 那關係好的 後面慢慢看情況丟 而且還有新聞系的考慮 所以他我覺得 所以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是 你冷錢包真的要被找到了 找到以後我要提前消毒 第二個就是 我要轉移焦點 對 他轉移焦點嘛 因為他跟那些金主要交代 現在大家都在問 每一個人都怕嘛 那陳士蘭就跟大家金主講說 沒有啦沒有啦 裡面是空的啦 空的 他說這個是 所以轉移焦點是他主要的目的 而且面對到金主的質疑 讓他們民眾黨的這些大咖 寸步攔行 每一個金主都 每一個都怕死了 怕的不是說怕名單公布 怕公布之後賴賞會生氣啊 你們這些傢伙 跟柯P暗通款曲 陷害我賴清德 這是最可惡的事情